巨蛇以此是我们对蛇类体型的直观描述 在世界各地出现的许多体型很大的蛇 那最大的蛇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解一下 世界上最大的15种蛇中的后9种 看看有没有理所熟知的蛇 另外这里我要感谢一下我朋友 爬行天下楼长提供的一些数据素材和建议 第15名 眼镜王蛇 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 也是唯一上半的毒蛇 它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 眼镜王蛇熊性比磁性更大 成年熊性的长度通常在2.8到3.8米 超过4米就算很大了 个别超大个体能长到4.5米 目前可靠测量的最大记录是1950年 在新加坡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不过的4.77米个体 另外文献中曾经到过两条超过5米的记录 一个是1924年阿盖尔德布朗的泰国杀死的5.58米个体 一个是1937年在马来西亚捕捉的5.54米个体 后来被送往伦敦动物园圈圈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安乐死 死侍的长度为5.72米在这两个记录中 5.58米的个体有一个很大的头部标本作为证据 但测量的方法不太严谨 是用一个物体比着量的肯定存在误差 而5.72米的记录毛都没有 考虑到眼镜王蛇有4.77米的真实个体 最大能长到5米以上是肯定的 不过眼镜王蛇的体重就比较轻了 4米多的个体一般只有7到12公斤 个别非常粗壮的能达到14公斤 最终记录可能是视频中这条号称4米21公斤的肥寨个体 就算存在夸大治疗的体重薄底也有17公斤 第14名巴布亚蟒 巴布亚蟒主要分布于巴布亚辛迦雷亚和印度尼西亚 它的体型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根据Mark的说法 大型的巴布亚蟒个体经常在夜间遇到 3到4米的公路死亡标本并不罕见 同时他还提到了一张被撞死的4.57米巴布亚蟒照片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来自于他本能测量的数据 通常4米的巴布亚蟒就已经很大了 即使有4.5米的 但传闻最大能长到5米以上 可见巴布亚蟒的长度比眼镜王蛇要短一些 但体重更胜一筹 大个体巴布亚蟒的体重是可以超过14公斤的 最大能长到20公斤 比眼镜王蛇略重一点 第13名昂培利蟒 昂培利蟒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领地 因为观众所的数据非常少 一般认为长度在2.5到3.5米 大得能长到4米以上 最大有5米的记录 不过昂培利蟒长得比较细 4米的个体只有14公斤 考虑到它的长度优势 排在巴布亚蟒前面是没有问题的 第12名 橄榄蟒 橄榄蟒一共有两个亚种 紫密亚种和皮尔巴拉亚种 其中紫密亚种分布于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和昆斯兰 而皮尔亚种分布于西澳大利亚 从体型上看 皮尔巴拉亚种要明显更大 它的长度通常在2.5到3.5米 大能长到4米以上 最大的可能有5米 曾经在1923年 惠特洛克抱着一条5.5米的皮尔巴拉橄榄蟒 但真实性存疑 相较于巴布亚蟒 橄榄蟒要明显更加粗壮 体重很容易达到10公斤 上14公斤也比巴布亚蟒容易 最大的能超过20公斤 像视频里这条3米多的体重就已经有12公斤了 第11名 红尾染 红尾染主要分布于南美洲 在长度上是不如前面四种色的 一般只有2到3米 大的人长到3.5米 最大可长到4米以上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记录了一条被杀死的5.64米红尾染 但后来被证实是认错了种类 这其实是一条深染 1989年南起地提到一条巴西研究所的5.45米蛇皮 但在2010年被一场大火烧毁 2007年邦尼展示一张来自法属归来的蛇皮照片 据说长度有4.95米 但没有被证实 可靠成来的最大蛇皮 是让从巴西捕获的干皮 长4.45米 加上缺失的头部应该是4.55米 由于蛇皮存在拉伸 活体长度应该在3.5到3.9米 也是非常巨大 在体重方面 红尾染很容易长到15公斤 大得能长到20公斤 这条捕获的2.6米个体重达27.2公斤 而这条德国的圈阳个体更是达到了30公斤 视频中这条是佛罗里达所做大的放生红尾染 据说有34公斤 毫无疑问 最大的红尾染体重是可以超过40公斤的 第十名 黄水染 黄水染主要分布于南美洲 在长度上与红尾染相当 成体一般只有2到3米 3.5米这就已经是很大的 只有最大级别的才能长到4米 黄水染的体重跟红尾染也是差不多的 这是8条详细测量的黄水染 其中最大一条全长3.57米 其中21.2公斤 然而这还不能算是比较重的个体 这张照片是在巴西伯那条巨型黄水染 长约3米重达35公斤 除此之外还有3米30公斤和2.4米28公斤的记录 数是有点夸张 要知道这些都是野生个体 看来最大的黄水染体重也可以超过40公斤 第九名 紫基蟒 紫基蟒因为分类学变化做了裁分 这里的紫基蟒主要是分布于印度里西亚巴布亚辛吉利亚那个紫基蟒 通常认为巴布亚的紫基蟒比澳大利亚的小一些 长度一般在3到4米 大得能长到4.5米 就大个里数量上巴布亚的紫基蟒远不如澳大利亚紫基蟒 但文献中介绍过两个超级大个体 一个是1982年帕克报道的巴布亚辛吉利亚西部省发现的6米个体 一个是1995年在巴布亚辛吉利亚青部省不过的巨型雄性个体 钢纹长有5.9米 算上尾巴应该在6.8米左右 属实有点夸张 但在体重记录上紫基蟒是远不如黄水蓝的 考虑大区存在超级大个体记录 勉强排在前面呢 第八名 澳大利亚紫基蟒 澳大利亚紫基蟒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蛇类 主要分布于昆士兰东北部 约克脚半岛和托雷斯海峡的几个岛屿上 澳大利亚紫基蟒的常规体型比巴布亚紫基蟒更大 长度一般在3到4.5米 少数个体能长到5米以上 在2002年报的一条昆士兰捕获的雄性大个体 全长5.325米 2002年报的一条捕获的雌性大个体 全长5.65米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5米多的记录 可见澳大利亚紫基蟒是肯定可以超过6米的 但体重方面就一言难尽了 前面5.6米的记录只有24公斤 就这个长度而言 24公斤的体重是非常轻的 不过也有5米26公斤的记录 这是一张非常粗壮的紫基蟒照片 看样子体重似乎超过了30公斤 而长度上紫基蟒要远长于黄水兰 因此排在黄水兰前面 第七名古巴染 古巴染主要分布于古巴和附近的一些岛屿上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种手 古巴染的成体长度通常在2.5到3.5米 大大能长到4米 在早期文献中就有人提过古巴染可以长到5米以上 体重超过30公斤 今年来的一项研究中记录在一套被杀死的巨型个体 全长5.65米 这直接奠定了古巴染的地位 1880年刚拉克说他曾经见过长约6.4米的古巴染 他的似乎来源于目测 我们知道目测是一点都不准的 很容易夸大蛇的长度 尤其是大蛇 不过他还收集了一条4.57米个体 1993年托尔森暴力了 在海军基地公路上被打死的4.85米个体 和澳大利亚的紫基蟒相比 古巴染的长度可能要稍逊于他 但体重明显更重 一般古巴染长到3.5米 体重就很容易超过20公斤 前面5.65米的记录体重可能超过40公斤 好了 到这里就是第二档位的全部巨蛇了 第一档位的前六种巨蛇 体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这种视频也是非常难做的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 我们下期再见